由中央气象局主导进行的太空天气观测研究计划 29号举办成果发表记者会 气象局表示 透过太空天气预报模式 可以及时掌握太空环境变化 让卫星及电波通讯 不再因为剧烈的太空天气变化 影响讯号正常传送 这也是中央气象局在现有的气象预报 地震预报之外 积极开发的第三种预报系统 由于在太空中的太阳活动等医术 会引发地磁劳动与电离层浓度异常变化 可能导致人道卫星基建损害 电波通讯受到干扰 并影响卫星资讯传送的正确性 对民生通讯甚至国防造成相当冲击 而太空天气预报的发展 可让气象局迅速接收太空气象变化资讯 发布太空气象的预警通知 也因此国际上对太空天气的变化 及影响都相当重视 纷纷投入太空天气的科学 及作业研发 未来也将把太空天气 正式纳入民航标准当中 大概有点感受是太空天气 在民航资讯的这一段 我们气象局大概做的是什么 太空天气预报的可能性 更进一步的我其实退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气象局 能够及时的把这个重要的项目 开始在局里面积极的推动 是非常的及时的 而且非常有连接 中央气象局从2015年开始 与国立中央大学合作发展的 太空天气在地资讯服务 不仅能够确切掌握太空资料 也有助于让民众进一步了解 太空天气预报认知 相关研究从29号开始 每天上午9点 会在中央气象局 网站上更新资讯 并提供未来三天的 太空天气预报服务 记者胡顺巴扎克 台北市采访报导